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欢迎大家回来 世界观美与他们的一位 节目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来 推广者 二位 尤雄盛 我们的翁老师 欢迎翁老师 好 欢迎大家回来 接上来 我们就请我们两位今天的语台人 那个宥孙医师跟张柏 bahine 医师来语台 那我們首先我們先請張板清醫師來回應一下 好 那關於今天一個主題 那我們請張板醫師做一個回應 我把時間交給張醫師 謝謝 天師 你好 你是台灣的國法 不敢說不敢說 然後我們今天真的很 我個人真的很期待 然後也很榮幸能夠參加這樣的一個座談論 然後尤其是天師在那樣不常識 然後我把 當然把這麼精華 精釀的 到家的這樣的一個核心的思想 讓我們分享給我們大家 那也感謝文副理 那我被吸引主要就是因為 因為這個題目實在對我太有興趣了 就是關於理工人主持跟龍格跟量子力學 我可以說是我自己爭取這個機會 來這邊跟天師來請教 來學習 那我想台灣真的是一個福利 那是一個明星非常高的一個環境 那除了它的自然環境以外 我想就是台灣有天師這樣的一個傳承存在 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在2020年我們台灣面對這樣大的一個浩劫 就前世間面對這樣一個浩劫的時候 我們台灣還能夠這樣的一個穩定的局面 我想天師對台灣的貢獻是絕對 絕對要把台灣我們要認知的 那聽說我們國民政府當初撤退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傳承巴引人到台灣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天師公司的傳承 然後還有佛教 張家國國的這個 還有我們孔 儒家的這個孔 孔家的這個傳承 所以這三個 三大的 就是可以說復國的這個寶寶 在我們台灣 所以才能夠綁住我們長在台灣的這個德權跟發展 那真的是不見識到這個道家的典範 我們真的是不知道不知道天高地高 也不知道這個廟堂的高聲 所以我們今天也不敢說要衝繩 我們就是天師剛才講的一些內容 就我一個臨床的醫師 一個所謂的現在醫學的一個訓練出來的醫生 但是個人又對於整個道家 整個傳統醫學有興趣 專員的二、三十年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來這邊跟大家做個分享 首先就是說這個李洞兵祖師 他是一個我們 在我們民間信仰裡面 我們所謂的 在道家裡面就是李洞兵祖師 在佛教裡面就是觀神菩薩 在儒家就是觀神菩薩 譬如說 這可以說是我們民間的三大父王 所以我們對李洞兵祖師一直有一個很崇拜的心 當然天師在這樣的一個道脈的釐清 我們當然知道說 尤其正門親眼 但是我們對李祖師這還是有一個 從古來的一個 尤其他流傳在民間的幾個故事 比如說黃苗一夢 黃苗一夢阿嬤 從夢中 剛才天師也講過 從夢中然後去體悟 這個也許跟我們 我們現在所謂後來跟我們的心理學的研究 還是現在的腦科學研究都有的很深的一個啟發 第二個他我記得有個叫點石成金的故事 點石成金的故事是說他的老師希望說 教給他一個法術可以把石頭變成黃金 但是李祖師他就懷問他的老師說 那將來這個黃金會怎麼樣 那老師就跟他講說 可能五百年以後會變成 變為石頭 那這個李祖師就說那我不要學 五百年以後我情思就害了五百年以後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道家思想就是 可以說是一個很環保很永續的一個思想 所以如果說換到道家來講 直接不會去開採石油 因為事實上他就是會 他的後果是會影響到整個地球的真態 那另外他的在民間信仰裡面有提到 這個三系百姆丹啊 狗咬李洞兵啊 那這個在儒家或是說倫理上面的話 是衝的有顯露一些比較叛逆的 這樣一個自由叛逆的一個思考思想 那這也是道家 也許在我們比較局外來看 這是道家一個活活活活活活活的一個 一個生命的表現 另外我很佩服這張電視 電視剛才講的說我們疾病不是在治癒 而是就是跟這個疾病一起成長 這個其實跟我們後來 我是家庭醫學科醫師 其實跟我們後來家庭醫學科這樣的觀念 是非常相信的 學習到這樣的一個應該看得到 要知道說現在的科學 現在的科學裡面發現說 其實你了解整個 如果用現在已經知道這些科學的辦法 去了解宇宙的整個構造 其實我們已知的物質跟能量 就有站牌的住 然後所謂的暗黑的能量 暗黑的物質 佔了95% 這是一個很讓我們挫折或是說 我們很值得去謙卑的一個自然的發現 那我相信說現代科學所知道的 這些50%的部分 那其實還有95%是連超過我們所能夠 所能夠去了解 這是所謂的未知 那這也是道家思想裡面 能夠不斷的從他的體會 所以他的實修裡面給我們提供了很多的智慧跟方法 去面對這個95%的這個知識 那現代醫學就像天使剛才講說 我們現在醫學幾乎就是處理所謂的破 我們現在醫學其實都在處理身心這些狀況 那其實如果從道家思想的觀點來看 他就是所謂的破 細破 所以我們現在醫學在這樣的一個瓶頸下 真的值得去好好去深思 從道義裡面提出來的這個三骨 那我個人的看法 所謂的靈 然後到神 然後到這個三骨 七破 那當然這個三七是我們來講說 所謂的神聖數字裡面在探討的復興 那有一個這樣的比喻就是說 像三鄰境一樣 這個光啊 這個靈啊 這個神 透過這個神的這個破 這個魂的這樣的一個結構 去投射出來所謂的那個七破 就是三魂的這樣的一個結構 然後投射出來這樣的七破 那七破的話可以說跟我們的 現在研究的一些刺力神經 身心的這些問題 就是心理科是相滿合的 那我們在治療的時候 可能就是說要學習這樣道義的 這樣一個核心的思想 可能要從 最好要從所謂的 古文這樣的一個層次去著手 不要一直在破這樣的一個 一個肢節末節在這裡在處理 然後這樣就是永遠是追著疾病在旁 所以沒有辦法達到 我跟病人跟醫生都會很挫折 那當然這個魂 這個所謂的神來到這個層次 在這個是有一些所謂的界面 一些界面我們可以去掌握去探討 那當然在道義系統裡面 已經有非常多的這樣的法融 這樣的方法 技術 可以去處理這些問題 那我個人是 就是在這幾年當中 從另外一個 從比較屬於所謂的西方的 這樣生命之花的一個角度 去開始學習以後發現 確實是可以連結上我們的這個道義 道家的這樣的系統 你剛才在講說 天使剛才講說 以神 先行在神 那這個行 也許我們可以用所謂的神聖幾何 生命之花的這個角度 這個層面 這個觀點去處理 這是我個人在這幾年在臨床上的一些努力 那也可以說西方 如果我們來講說西方的神聖幾何生命之花 它的傳承其實是跟我們東方的這個太極圖 跟太極圖跟這個陰陽五行 其實是完全相合的 也可以說我一直個人認為說 它其實只是一個同樣的智慧來言 然後在不一樣的一個文化環境下 各自發展一段時間以後 在兩千多以後 我覺得說應該可以再重新的神 成一者 那我自己在哲學園裡面 我自己在我自己的工作室裡面 嘗試著把陰陽五行跟神聖幾何 把它結合成一個模式 那有這個模式出來 有行這個模式出來以後 我們就比較可以去進行所謂的 科學的這樣一個論證研究 這我目前在做了 那為什麼我認為說這個西方的神聖幾何 生命之花跟我們的太極陰陽五行能夠相合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天使剛才講的那個回光循環 我們在《道德經》裡面 其實一直在提到所謂的語言的這個觀念 那太極附圖其實你看 所謂太極附圖它也是一個圓 它也是一個圓的一個基本 那天使剛才在講那個 水關水跟觀火 這個圓它的特別就是說 如果從所謂量子論來講的話 就是說所有的物質它都有 從此有左旋跟右旋 順時針跟逆時針這個詩 剛才有提到那個鮑鯉 那個量子大師鮑鯉 它就因為提出這個理論而贏的弱別來講 從此有正旋跟 就是順時針跟逆時針 那剛好有符合天使剛才講的 觀水法跟觀火法 那事實上還所謂的觀音的這樣一個 是正旋跟逆旋是並存的 那這個很神心 剛剛在台下聽到的時候 我才聯繫到 如果大家對生命之花 稍微有一點涉獵的話 生命之花裡面它有提到說 那梅爾卡巴他們希望梅爾卡巴 神聖結合裡面 它是同時的存在的就是正轉跟逆轉 然後它還有一個成三就是所謂 這個正轉逆轉以後就變成一個 所謂的有一個不轉動的這樣一個 第三個存在 那可以連結到天使剛才講的那個 觀水法有個觀火 這個是我剛才 看在台下聽到說真的是破益良多 然後真的連結得上壓了 那這個圓的這個意象 它的成績就是它同時成的正反跟逆轉 那你想像說如果說一個旋圈 它先從順時中轉 到一半的時候 它長得逆時針轉的時候 當你通電的時候 這個磁場就是會做對撞 那一般科學研究只是把它做對撞 那我們如果說 其實還可以把它逆向通 就是逆時針轉的話 它的磁場是可以拉開的 當把它這些這樣的現象 把它串連在一起的時候 它又有順時針又有逆時針 所以它會不斷的對撞拉開 不斷的對撞拉開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 可能目前醫學科學還沒有去探討的一個波動 那當然在我相信在道家裡面一定對這方面非常的 所謂那剛好也藉這個機會 也可以請教平時對這方面的看法 然後我們知道物理它一直用很強力的對撞 想要去探討物質的這個基本結構 但是事實上這樣是一個破壞性 應該是像我們道家的這樣思想 不斷的所謂的相沖跟相和 這老子到底已經講到 所謂的萬物互因爆揚 其實互因爆揚它就是一個太極的這樣一個形狀 那沖氣以為核 所以它是不斷在相沖跟核 所以它造成了這樣的一個沖氣以為核 然後這樣的一個 也許是我們真的要去探討生命現象 生命現象 一個很值得大家再去從這個方向去思考跟探討 那剛好趁這個機會向天師請假 大概時間大概到了 那我最後再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醫學有發現一個很奇妙的現象就是 有些人的頭腦 百分之九十五是水腦 可是他的大腦的功能是完全正常的 甚至他的智能 是超過一般人 就是說他百分之九十五的腦袋是空的 我想天師一定會 一定才能了解這個原因 但是對我來講是這是一個很奇妙的語言 當然這個時候也是趁機會來請教天師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 我一樣就連結到那個 宇宙百分之九十五的一個暗黑能量的物質 其實我們對於這個空間 對於所謂的我們探測不到的一些未知 它並不是沒有作用 它不是存在的 但是可能是我們將來人類 最大的能源跟最大的生命力的一個來源 這可能是我們要真的要好好跟天師 然後從道家裡面才去寫到一些方法 去真的去挖掘這個百分之九十五的 這樣的宇宙的師父 那就先感謝這天師 感謝大家的 好 那我們謝謝張醫師的語言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余醫師來跟我們語談 謝謝 好 那這六堂課已經到尾聲了 那今天天師還特別趕上來 因為昨天他到台南去 所以他是晚反真的是 我們真的要謝謝他 那我用時代 這樣也講得比較快 那我們還是回到主題 龍葛跟呂洞斌 我們知道龍葛跟呂洞斌透過一本書 那剛剛天師已經講太野中子 太野進化中子 太野進化中子是藉由魏理賢翻過去到德文 然後給龍葛看 第一個看的人就是給龍葛 那龍葛看了以後呢 他非常喜歡 那其實龍葛也不只看了這本書 我想在座有 李佩儀老師在座 他對老子跟龍葛 道德經跟龍葛的關係 他寫了好多文章 所以中午讀書會我們會請教他 他也看了老子 他還看了易經 他會補掛 他死的時候呢 床邊不是放著聖經 而是放著老子 所以大家應該都知道 所以他對老子 對易經他都有色戀 而且易經看了好幾個版本 他覺得魏理賢翻的版本最好 那我們往下看 就是我們剛看到的這個是 在東方西方 也就是當你科技跟人魂相撞擊 對撞 它會產生一個火花 所以龍葛藉石產生它 一個比佛羅伊德更往前推一步的心理學 到目前都還在用 那我們看一下時間 那天師剛剛告訴我們的 是古道教的修煉方法 各位聽好 是古道教的修煉方法 這個東西 如果是張道林在漢朝的時候創的 他憑空要創作這麼多東西 不容易 他一定是有傳承的 他是上面傳下來的 也就是說皇帝內境外地一定更早 那張良是他的九世爺爺 傳下來九世孫 到張道林 所以張良會傳這個東西 他上面一定更有 他的東西到幾千年前嘛 所以人類現在一直在講有古文明 古文明 真的是有古文明 那這些古文明傳下來的東西 現在在天師道裡面 所以不是我們日常講的打坐 或者是太宜金華宗旨在哪裡呢 在這裡 是明清的東西 那呂東斌在哪裡呢 在這裡 那呂東斌以後 所以我們在講真一道跟全真教 有一點我是天主教徒 有一點像我們天主教跟基督教一樣 基督教是馬丁路德改革以後出來的 那全真教不結婚的 在做全真教 全真教不結婚的 他是如是道三家都承認 因為李洞斌見過一個叫黃隆悔記 一個禪師 那兩個談了以後呢 他覺得一生還是要為佛教復皇 所以如是道三個他都承認 所以全真教是認為聖人無惡性 也就是說你儒家、道家 還有佛家 三個聖人沒有惡性 都是心是一樣的 所以三個他都承認 那呂東斌他傳下來的東西 最有名的是百字明 百字明這100個字裡面 他寫得清清楚楚 修煉功能寫得清清楚楚 而泰語精華反而不是他寫的 所以你看泰語精華裡面 用這個余祖約 余祖約 就像如是我紋 不是紋下來的 不是他自己寫的 所以這個中間 我們知道有一個時間的變化 時間的變化 那是不是原來的東西 要打個規訊嗎 那到底古道教談的是什麼東西 老子他在講的是這一部分的東西 這一部分東西他在講的是什麼 所以道教裡面的原始經典是什麼 是道德經 道德經講的是前面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在時間上去看的時候 時間他會做扭曲的 空間會做扭曲的 所以龍隔的東西 不見得代表旅動病的東西 那別死道教的東西 不能代表旅動病的東西 旅動病也不能代表太野進化的東西 我們定位上先講清楚 中間因為我練太極拳 所以對張三豐特別有興趣 張三豐在哪裡呢 圓明之期 他又是後面的 為什麼叫張三豐 旅動病我們知道旅存陽嘛 對不對 把破戀境修魂存陽 旅存陽 張三豐為什麼叫張三豐 三行叫前掛之三行 昆掛昆六段對不對 然後下面一氣以貫之 所以變成豐之 所以那個豐是山 然後中間畫一望 是昆六段中間一氣以貫之 所以這個都是道教的思想 都是道教的思想 那歷史上有一次我跟天師見面我們 他給我看一本張三豐傳 一翻就翻到一頁旅動兵劍的張三豐 在時空上他們插了這麼幾百年 但是因為他都是仙嘛 雖然是地仙 他們也都相見了 見了以後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詩 乾坤名不名 財郎上橫行 拂袖歸山島 山島在哪裡啊 尖島嘛 山島嘛 等一下我們講 蓬萊看水清 山島在哪裡 這是一個銀州 一個方丈 一個蓬萊 到底我們台灣是蓬萊 還是銀州 這個我跟天師有編論過的 我們台灣是蓬萊 我們是蓬萊仙島 蓬萊壁嘛 那蓬萊看水清 黃河清了沒有 黃河去年清了 這個乾坤名不名 這個都是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在裡面 不過我們不要談到旁邊去 我們會來談 日本有一個 我們在看那本書的時候 唐簡太雄 唐簡太雄他引用日本島田前世的分類 把道教分成三個 一個是古道教 一個是道教 一個是民間道教 而道教真正的講 是從張道頂開始 這個道教是一個正統的一個傳統 所以我們先把定位定清楚 來看 那龍葛當然他受影響的最大 是這個《太益精華中心》這本書 所以他發明了很多東西 其中這個字體好像 實在有一點點沒關係 這個一個集體無意識 或者集體潛意識 有人翻成集體潛意識 有人翻成集體無意識 那為了這件事 你跟楊汝斌上次我們有過討論 他還是喜歡集體無意識 他不用潛意 大陸他們講集體潛意識 那 中間當然有些扭曲跟變化 我們知道東西文化不一樣 他自己的心理體悟不一樣 會有一點變化 但是他這些想法就過來 就像我們的蔥牛餅 到義大利變披薩一樣 披薩傳回來又變台式披薩 所以他會有一個不同的影響 那中間有些 當然不是完全的對應 但是你可以看到 這從哪邊來去的人的脈絡 可以查得出來 那當然他有一些創意 也就是說他創了一個解夢法 解夢法呢 佛羅伊德完全不一樣 他讓病人能從夢裡面找出他的醫 他不強調那個原始的衝動性啊 這些東西 那這個夢的解析法 夢的賞度法 在陽明大學有一個人在開這個課 他坐在這裡我們不好講 夢的賞度 那這個夢的賞度有沒有用 有用 因為我自己有切成幾天 確實讓我瞭解到我夢裡面的意義在哪裡 我就去做 做了以後 集結我心裡一部分的這個問題 剩五分鐘 剩五分鐘 好 那你耽誤了我一個人 那 我們知道 關 張天師最能最強的能力是這個關 也就是說你要看 他是我們天主教裡面的教宗 道教裡面的教宗就是他 這個關的能力很強 但是我借用他的觀念 當然我不是用原神這個觀 我們用世俗 人間式的觀念 我們會來看看 我們有一個讀書會 在看黃金之花這本書 黃金之花這本書呢 是楊汝賓二十年前翻的 今年七月份他在版 剛好我們來到 所以我們每一堂課晚了以後 說了有一天 我們都會有一個讀書會 我們會來看 看什麼呢 就看這個關 看我是誰 到底我們中華文化的傳承 傳承了什麼 接下來呢就是說 我們這個東西從哪裡來 它的脈絡是怎麼樣的 然後西方人怎麼看我們 我們怎麼看西方人 那我們有好幾個城市在看 日本人怎麼看 西方人怎麼看 我們怎麼回去看他們 那從這裡面我們找出來 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我們現在很強調科學 我也是學科學出來的 很多東西要有科學去檢驗 但檢驗到後來 你看榮葛看他的一些東西 你會發現說有一個領域 你用科學是沒辦法檢驗的 這一部分怎麼去處理 他有創新 這個創新不見得是我們 傳統文化裡面的東西 我們可以比他做得更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時代 你看我們這個東西從哪邊來 皇帝問到空桶 幾千年前了 龍閣在哪裡 龍閣在這裡 呂東斌在哪裡 在這裡 張道林當天是在哪裡 老子在哪裡 幾千年下來龍閣在這裡 但是在這個短短的時間裡面 這樣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第一次工業革命 第二次工業革命 第三次工業革命 第三次工業革命 第四次工業革命 人類要往哪裡去走 那這一段時間裡面 也發生了一些災難 龍閣自己親身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 來不及到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先拜拜了 好 那第三次世界大戰 是不是要開始了 有人說已經開始了 從冠狀病毒開始 流行已經開始了 到底人類會怎麼樣 AI會帶往人類帶往哪裡 Molkyabology 會把人類帶往哪裡 這個是我們好好想一想的 那我常常看男懷錦的書 那男懷錦也聽到 男懷錦把天師請到太古大學堂去 就問他你們天師道裡面 道德經到底是怎麼講的 那天師一樣跟你講那一句話一樣 所以聽到的時候 他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跪下來謝謝他 所以高手出手一出手就知道有沒有 研究了一輩子一計畫結果 所以不是說只有這個李教授聽到這樣衝擊 很多人聽到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那他怎麼講 東西文化雖然還沒有完全融合 但是整合全體的人類文化是一個趨勢 是一個趨勢 那這個是值得我們想一想的 然後他也講了很大的一個 很客氣的話 所有的宗教的大門都必須要打開 而且各宗教聯合起來共同服務 追求人真宇宙的真理 21世紀的文明才能夠建設起來 這不是我講的 不是我講的 那天主教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教授 前任人入望保錄20 那他在2000年的時候他公佈了一個東西 就是天主教一直不敢公佈了這個法蒂瑪玉園 第三玉園 第一玉園的時候聖母給三個木桶看了地獄的景象 第二玉園的時候告訴他 這是1917年的時候 第一次世界大戰什麼時候會結束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結束 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會發生 這是第二次玉園 第三個玉園一直放在教授那邊都不敢公佈 到了這個時候公佈 因為他知道有災難要來公佈 所以2000年呢 千禧年呢 他提出一個和好的年齡 人要跟自己和好 要跟別人和好 要跟老天和好 要跟大臣和好 所以他做了哪些事情 跑去東正教 跟東正教和好 跑到回教的地方 跟回家和好 他做了好多事情 那和好了沒有 你看現在迅尼派跟職業派 打了你死我活 但是展覽也沒有發生 展覽開始發生 展覽開始發生 所以我們說 任何的宗教都不外之涼 敬天愛人之涼 但是道教裡面強調 你要敬祖先 這是我們傳統的東西 第二個 要修集 這是道教跟別人不太一樣 那我們再來看修集這一部分呢 剛剛講的修性跟修命 但有一個不管是如是道三教 都認為自信俱足 也就是說 佛不遠修 人外無佛 心外無佛 也就是說 就是 佛在臨山不遠修 臨山就在你自己 那自信俱足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精神 有是說 你生下來 這個你的頭腦 你的身體 就是你修煉的一個基本單位 你能掌握 你能掌握 能去做一個基本單位 那我跟天師認識呢 我一直叫他講這個 我開給他九堂課 他選了六堂課 我說有一門課 這個修行啊 這一堂課我很想聽 所以他又今天把他擠進來 那我跟天師認識是因為觀音坊認識 怎麼說呢 有一次我在公園裡面看到有一個人穿了一個 這個T-shirt 上面有一個觀音帶吹十八 上面有兩個字吹一場 我看過這兩次啊 我在日本京都東四旁邊的明暗室 看過這個石碑啊 我就拿了兩根尺巴來考它 就這麼一個節約 所以才有今天這六堂課 但是我們更希望的是什麼呢 正義心功能在台北開課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一起集氣 那你們少一個人 這就是說 如果有足夠的人 足夠的意願 足夠的財力 足夠的聲音 我們這件事情大概就會完成 謝謝 好 我們來謝謝余師的最後的期望 好 那我們相信 剛剛也有人在問我們說 我想陽明大學到來會不會繼續開課 你說呢就盡待 盡待我們的努力更遠 我們這些去努力把它做完 好 那接下來我們是 問題的時間呢 開放幾個問題 都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人 對今天的內容有問題 我們請可以提出來討論 來 余師 我想從第一堂課到現在 我們一直都環繞著整個這個道家的思想到 道教的整個去建立集體意識的整個過程 那更重要的是 這裡面透露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怎麼藉由方法權 就怎麼去修煉來達到這樣的一個 從道家傳承下來的這個整個的體系 但是這裡面我們也回到剛才 余醫師剛才提的這個 道次21世紀其實已經到了第四次的公益革命 這個當數據跟AI怎麼跟我們現在考慮這件事情 能夠融合在一起 那因為我個人是一個醫生 然後我在醫學院裡面念藥理所 探討是怎麼一些物質 神經傳染物質對人的這些意識的一些影響 但是我後來我到電極學院去念醫學工程 為什麼 因為我的老師 我的公教授 在做經脈的研究的時候發現 其實人其實不是那麼單純的 只是學藝在流而已 它事實上人是藉由這個循環裡面的斜波 去看到這個不同的斜波 那事實上這些斜波後來我們的研究裡面 它不只影響著肉體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的肉體它有十二經脈 但是呢 如果你在更高的層次你到了意識 就是中醫講的五臟長七神的時候 它其實這些經脈其實就會跟我們的意識會有影響 那所以這裡面其實很多修煉的方法 就不只會在十二經脈 它就會進入到七經八脈 那像剛才正義新宮裡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在橋脈的部分的作用 尤其在陰橋的部分 其實在很多的修煉裡面 譬如說張伯瑞他就認為說其實主要是修陰橋 那這些其實都是在我們 無論是民間的或者是正統的 或是在古時代的這些道法裡面 其實都還是會有這樣的傳承 那但是我們到最後怎麼來看待這個事情呢 你怎麼看待身跟心跟靈呢 那在我們從二十幾年前把脈者拿來看病的時候 就發現不只身體的病會在這十二經脈看得到 你精神的病也會在十二經脈看得到 那更重要的是你會有意識的病 其實也會看得到 那這個怎麼說呢 如果用我們現在的電腦科學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硬體的病或者軟體的病 或者是這個所謂網路的病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希望 這樣天使能夠告訴我們 我們怎麼樣能夠把這個意識的病 透過這種方法來解決 我想這整是應該這個正義成功最上層的部分 好 我們謝謝郭醫師 那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把結合幾個問題之後 再請天使一起回答 還有沒有 這座還有其他問題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把那天使 謝謝 謝謝 謝謝郭醫師 那剛剛有講到這個修煉的方法裡面 事實上道教的修煉方法 它正義成功都只有分三個階段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是不完整的第一個階段 因為我們現在人的身體體能 各方面的完整性不像以前 所以我們交給道長的 不是坎坡還是老婆還是老婆 是因為我們現在的人 沒辦法承受那種的訓練 它在正義成功裡面 一個最基本的訓練裡面 就一個倒立 兩隻手撐著身體往上撐起來 這個一般人沒有說過訓練是有風險有危險 所以我們在正義成功裡面 這個就取消掉 這個取消掉以後 我們就很難讓你的霓環宮裡面 在氧氣充足要充出那個 出神的那個階段 就很難去達成 因為我們這次來講 這六堂課最大的收穫就是我們莊道長 因為他回去一直要撿這些 因為一直要看 所以他一直進在這個環境裡面 而且他的正義成功是練得很熟練的 而且他可以倒立 所以就是在倒立的那個瞬間下來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太語經法裡面有講到 氣要逆流 他只是這麼講一個逆流 事實上你一般人是 以為說你要提氣往上 事實上那是無辜 有很多看法 那個是整個人用 那我們現在是找到一個更方法更簡單的就是 倒立劑 倒立劑 這個就降低了那個風學 可是一樣的 它可以達到某個程度 相對的你用倒立劑 你的重量是掛在兩隻腳上 你的胸部是沒辦法打開 它是整個脊椎拉直而已 你倒立的時候你的彈中穴是要撐開的 倒立 有難度啦 不是我們看法 也不是我們看法 是因為 你的風險 誰也沒辦法承擔那個風險 這個是第一個修煉方面 第二個就是講到那個意識的形態 大部分 電腦為什麼這麼吸引人 因為現在人比道教武多還迷信 一天到晚都一直滑 是因為你離不開那個假的訊息 你迷失在那個網路的裡面 所以我們講 現在的人為什麼比道士還迷信 因為網路裡面百分之 將近六七十都是虛假的訊息 那你本身又沒有那個判斷能力 所以我們天使道一直在跟我們的信徒講 最好還是有限度的去使用它 你還是要回歸自然 你的身體才會好 你的修煉才會好 不然最後就是只有 你沒有時間去修煉 你最後就只有時間去躺在醫院 這個就是真理 所以希望說我的這樣的回答可以 好 謝謝 我們剛剛有那個張醫師講的 那個 那個道教裡面叫做新陳哲禮 就是我們現在一般所說的量子學 糾纏 當你相信它存在的時候它就存在 當你不相信它存在的時候 當你不注意它的時候它就不在 所以道教幾千年來都一直知道這個觀念 所以你內心裡面只要你一直相信神的存在 它就一直會存在 這是海內外都一樣的 世界那是科學家有把這個東西去研究出來 糾纏 所以在道教裡面你看 有修煉到正義道的人 然後在精神層面的穩定度 跟他碰到這種鬼神的問題裡面 他的處理方式會很簡單 就變得非常簡單 我只要我相信我自己 我畫了一張淨符 任何的陽王鬼怪我都被注意掉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道長也有在醫院幫他媽媽看病 說發現他媽媽就一直睡不好 一直在那裡翻滾 他還是沒有筆墨 他就只有空手在他媽媽的前面畫個清淨符 一睡到天亮 就算他相信有這個能量在 所以就把這個能量付出在他媽媽身上 這個就是道教 我們也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只知道說當你訓練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你的一舉一動是可以牽引周遭的 魂魄的移動 謝謝 大概就這樣 我們謝謝天師的回應了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天師好 我想問就是道家怎麼看自由意志 就是人有沒有自由意志這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為什麼修道的人很多人都有留鬍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道理 所以想要請教天師 謝謝 還有其他的問題 我想請教天師 為什麼那個仙人都要躲在山上 然後如果看如是道這三個宗教也好 或者是那個靈性的精神體來看的話 您怎麼去看 我想問問您個人就是 如是道在我們學做一個人的一生當中 隨著人生的成長發展階段 我們會從嬰幼兒一直到老年 您建議應該要先從如是道怎麼樣去修 怎麼去學它 然後到最後還可以通體通透 謝謝 這個講到如是道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得罪很多人 因為你要知道說儒家根本自己的東西不到四分之一 等於四分之三都是從道教來的 所以研究這個漢學的 全世界我們中央研究院每十年會舉辦一次漢學研討 就全世界來自全世界研究漢學的 研究到最後都會研究到道教 為什麼 因為一個最基礎的文字就從道教府來的 而且孔子問李與老子 而且還問了四次 所以孔子所講的學術理論裡面 大部分都是道教的東西 只是他改個名字 只是他把字體改一下 讓以後的人從字的裡面找不到原來的路 以為就是他儒家的東西 是更是麻煩的 釋迦牟林 他是太上老君西出韓國官 杜化的一個胡人 而更可憐的是傳到中國的佛教的東西 並不是釋迦牟林的東西 釋迦牟林講的是巴利文 我們傳來中國的是凡文 凡文是波羅門教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是覺得去研究清楚以後 這些講出去得罪了很多人 所以佛是怎麼寫 一個人一個福 福在一起 古字叫獨世 旁邊加一個人是獨世 我沒有說你們說的 沒有說我說的 沒有說我說的 所以當你正義道裡面所謂的真人 真人就是講真事 了解真正的過程 理解 那當然我們當代天使都是可以原審出竅 那當時在五年前遇到這個 他們在爭論的這個東西 我們是嘗試的回到那個空間裡邊才知道說 哦原來在杜光庭的敦煌石窟裡面有這些東西 所以那時候才開始在從古籍裡面找到這些資料 慢慢回溯去 證明我們天使道裡面記載的 祖先記載下來的東西沒有騙我 不叫我騙你 不然現在騙人很多 所以整個道教 在整個中華文化裡面 世上是百分之九十八都是道教文化 這個就很難讓一般人很難去了解思考 這樣回答應該不過分 謝謝 這個機會給我們澄清一下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這個美女 剛剛問到說 為什麼道教的道長 道士都留乎著 這個可能要講到一句話 以前的先人 以前的人 只要你知識水平夠的話 他都會留 因為 因為 法 夫 受之父母 父母在的時候 我不能隨便去傷害他 那為什麼要理光頭 犯法的人才要理光頭 因為你沒臉見父母給你的祖上 所以才要理光頭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你看到道教所有的神 都是有福祉的 都是有福祉的 所以我們想呈現 最起碼在外賢裡面 要跟他們聽見 這樣OK嗎 可以啦 好 再來是有意思 事實上道教對眾 精神層面 他是講究逍遙自在的 他是不希望受到其他的禮俗 或是我們民俗宗教的約束 這個是對你的精神層面 或對你的健康層面 是有很大的壓抑性 聽得懂嗎 所以道教不會去約束你精神層面 你精神層面要怎麼樣逍遙 要怎麼樣都可以 而且我們外面傳的 莊子 那本書也是假的 真的很麻煩 不知道怎麼去跟他講 莊子裡面講的 莊子以前就知道有銀河系跟金河系 他講的那隻大鳥 根本是沒辦法去描述 我們的銀河系 只是他的一邊的翅膀 另外一邊他還認為有一個金河系 那我們地球只是他的 鳥的上面的一個小小的一個 羽毛裡面一個小小的一個莊毛 就這樣 所以你想想看 莊子的腦筋是不是有大有問題 我也一直認為他有問題 它可以這麼神有到宇宙 而且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金河系還沒有找到 只有找到銀河系 所以它認為那一隻鳥 比我們現在講的北海的那一隻 是很崑崑還大 所以也很難去講述清楚 因為我們的傳下來的東西 道教就是一個很不好的習慣 最不好的一定外傳 最好的一定沒人知道 那這就是道教 我們是很傷腦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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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件事很清楚的跟我們講 我們要修文修貨 但是我想要修 絕對不是一天可以修成 但是至少 願證了一件事情 至少我們要修文修貨 所以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練身體 可以有原分的練真意先攻的人 做也要練真意先攻 沒有原分的人 千年每天多運動 站在醫學院老師的角度上 還是要勸大家每天一定要多運動 那修身的話 一樣的 就像剛剛天師說的 其實讓我的醫師自由自在 其實是最好的 那不管每一個人 你的宗教信仰是什麼 我自己都覺得說 就是四個字 就是行善利他 大概是我們不管你信什麼宗教 最終的法則 都還是行善利他四個字 那祝福所有與會的人 那未來一切非常地順利 那我們也期待天師 還可以再跟我們相見 謝謝大家 那在最後呢 這個是我們的 這一個問圈的回饋的QR Code 請大家給我們一些回饋 對未來的 那我們在未來 如果還有機會再做這樣的講座的話 我們還可以有些修正的機會 那最後呢 我要請我們這一次活動的主拜人 江老師 他就是我們那個 拍夢的解析課程的老師 那他也很努力的這個門 這幾個禮拜的功德 都是他創造出來的 所以我請他講幾句話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來 因為大家來 然後我們有很多工作人員來幫忙 我們很謝謝大家促成這個緣分 就是最後就是感謝大家 希望大家都會更好 謝謝 好 那我們就今天的這個 整個研討會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未來一切順利 謝謝 謝謝